祷告两晨 听见台湾的祈祷 祈祷515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一根蜡烛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每周五天 每天一次 同心为国祈祷5分钟 欢迎大家来参加祈祷515的行动 我是牧师可信徒 我们今天在一起 要为台湾特别是我们所面对国际的局势 我们知道 人是活在关系的中间 尽管我们也在国际关系的中间 我们不可能想说关在台湾自己的门里面 不要插握外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求上帝真正帮战 让我们来憔悴来扯救的不是世间的官兵的帮战 不是外国人的社略 独特要外国也好发上帝的神 对中国这个中间的官兵的官兵的帮助 掌握在中国很多的政策 很多没有确定性政策的民 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地区 也知道要在将来的方向上有助理自己的印刷 让台湾可以领受到国际的祝福 让我们台湾所领受到的恩典 不是自己领受而已 我也要领受中国 领受世界的帮战 求助你看过 我们这种闭闭的祈祷 我们也知道 上帝里上上兴起 亲上台湾一个姑娘的孩子 不久 他所要面对的 是这个世界局势的 这个变动的中间 我们要坚定来信口你 无论所面对的 是什么类似的关系 我们知道 独独坚定 花口上帝 你会让我们扮演一个 真实竟然在住民情 领受恩典 中心在我们的国际 也发挥 我们所有的恩典 来做好人类 勤求助理帮展望 看过台湾和中国这个 两发的关系 看过台湾 在面对国际局势时 可以拯出 这条新的路 是上帝里所担当 所守候的新的路 向耶稣基督生命 勸求 阿们 本单元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 筹备会 地区联导会 与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请加入祈祷515行列 每天同心为国家祈祷与祝福 这条线